记者郑明翔苗栗报道,苗栗县头分是54岁夜线男子,于8月8日父亲节当天开车外出,但却从此音讯全无,家人11日报警寻人,警方一车辆最后出现位置定位于南庄一处野心秘境旁,昨日夜南沉浸有人前往该处发现夜南车辆,警方到场查验时,又接获调客通报,于下游河床。 发现肿胀浮尸,经家属指认却认为夜南,检警相验认定为意外落水后,头部又撞击到大石块至死。 昨下午四时许,无姓吊客于南庄乡中港西旁钓鱼时,发现和床上一具全身赤裸,紧住内裤的肿胀浮尸,吓得急忙报警,由于尸体无其他身份证件难以指认,警方一近期获报失踪人口案件清查。 怀疑是十连四天的夜线男子,通知家属指认后确认身份。 警方表示,11日时接获夜期报案,称丈夫与父亲结当天离家后救失连,警方根据车辆最后出现位置锁定南庄一处农场旁空地。 该处一旁有清幽小溪,是许多灾地人细水密警,昨日陈南到该处游玩时,赫然发现夜南车辆,而尸体就在下游4.6公里处发现。 陈南向警方表示,他与夜南常到该处细水,昨天却只发现夜南车辆却不见人影,只在一旁的简易遮雨棚发现夜南脱血。 警方才正确认车辆未被破坏,经调月监视其画面,发现夜南8日下午上山进入该处后就未离开,怀疑是到西边溪水,但不慎落水遭冲走。 检警今早相验确认夜南死于意外,头骨有外伤,疑似落水后再撞击到大尸头致死,最后被冲到河床上,暴湿4日才被发现,家属对死因也无意义。